北京时间7月21日,2018年国际平原韩国公开赛,展开正赛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,在女代半决赛中,朱雨林轻松的以4比0战胜四川家纯,剑极女单决赛,由于另一场半决赛是国平内战,这也意味着国平已经提前包揽韩国赛女单决赛。 冠亚军,朱雨林是如今的世界第一,本次赛事的二号种子,在这次的表现非常出色,而十川家纯进来状态不错,四分之一决赛更是击败了状态火热的队友伊藤美城晋级四强,不过在面对中国几位主力时,十川家纯很难获得突破,甚至可以说有点惨,朱雨林第一局早早取得领先,虽然局末阶段, 十川家纯连续追分,但是朱雨林还是以11-8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,朱雨林开局非常出色,早早取得5比1领先,不过十川家纯也顽强的追进比分,将比分绝成5比6。 不过局末阶段,朱雨林连续拿分,最终以11-8拿下这一局,取得2比0领先,第三局比赛两人比分仅有,双方比分交替上升。 不过中局阶段,朱雨林突然发力,取得8比5领先,并以11-8拿下这一局,取得3比0领先。 第四局两人比分交替上升,十川家纯在领先的情况下没能顶住腰力,最终输球,无缘女单决赛。 随着十川家纯的被淘汰出局,也就意味着日本女拼在本次比赛已经全军覆没,女单的最好成绩是进入四强,而女双则是早早出局,以腾美上的混伤症,是遭遇一轮流。 本次日本女拼的表现实在糟糕。